大家好,我是鱸魚 今天要玩更老的遊戲 是Xbox 360的 因為它這個可以鄉下相容 然後這個遊戲是叫玩具兵 它也是策略模擬的 不過它的策略模擬的方式比較酷 就是手塔 手塔的那種概念 然後你可以直接下去操作那些砲塔 這是Microsoft Studio做的 我都忘了,快要忘記這個遊戲 2009年 然後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背景 反正就是大爆這些玩具兵就對了 我先從戰役重新開始 之前都玩過了 哪一關是第一關 找到了啦 這個 第一關標誌的有夠不清楚 19146月28 奧地利王 除弗 我還沒唸完 總之就是一戰 一戰的爆發 反正前兩次都有德國的局 第一次 伊普勒戰役開打 第一次 他是這樣講 我這個是 向下相容的版本 我好像有查到他有HD版 但我不知道台灣能不能買 反正這個 就這樣吧 用這個畫質 衝啊 德國人來了 先派機槍 沒錢了 沒錢了我沒辦法 他們是不是會先偷 偷偷的躲在某個地方 可以先把這個打爆 小玩具 別來了 打爆那些小玩具 好我們需要叫那個 迫擊炮 這應該打打到 可以嗎 有 有 有很好很好 看他們換子彈的樣子很可愛 按住的話就可以飛過去 還可以決定快還是慢 慢可以這樣 爆了爆了 爆了爆了 升級 泡進了噴毒氣了 我旁邊那個拿手槍的真的有光珠嗎 這邊 這邊用破擊砲好嗎 哎靠我按錯了 火焰發射器 火焰發射器 無法升等 打他們 打他們 一定要趁那個 他們要下一波公司的 過程中升級 像這樣 趁那個時候升 我看一下這個升了變怎麼樣 會變那個轉的 這個有一個砲 打了砲嗎 射不完 越來越紅 越來越紅 第二種 打死你們 這個已經是2009年的遊戲了 這畫面有點糊糊耶 可是他的東西 算不錯 噴火 他打誰 他打誰 可以打爆這個台嗎 這座 應該打得到 炸鍋 他會不會從哪裡出來 啊爆出來了 快打 哇好煩啊 被燒死 我記得有些東西 好像 我記得有些東西升 升到一等 升到兩等就好 第三等就變不好用 喔 像這個 他變得沒有 沒有連打 他可以打好遠喔 可是他可以打好遠喔 他的砲沒兩發好快 慘叫 我再把他們家炸 可以直接打到門口裡面嗎 可以 吼吼吼 打不中 打不中 唉唷 小車車 小車車下一波了 直接開始了 不管 還有寄兵 有點危險 呃 打不中 多少 兩千 還可以的 剩五塊 寄兵會從哪裡 哎呀 哈哈哈哈 放假車 他過來了嗎? 死了 欸!贏了! 你的軍官和士兵合作武軍您獲得勝利了 我就玩業餘就好了啦 開心就好了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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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了